到底是誰謊報瓦斯漏氣 循現找到這名男子的家 家中同樣經營小本生意 父母親戶子心切 除了幫兒子否認澄清 起先還謊稱他不在家 跟兩個警察來 我也跟他解釋說 因為我兒子沒有出門 他說才買一碗麵就回來 他跟他不曉得有什麼勾結 我們就不清楚 因為他在外面不曉得 他回來是很少很少的機會 時光否認是謊報 說兒子常年在大陸做牛排生意 過年才回台灣 根本沒使用台灣手機 但原本說不在家的兒子 採訪途中卻走出來 親自出面澄清 36歲的張姓男子說 當天他從土城到樹林 不愛市場買麵吃 聞到疑似瓦斯外泄氣味 回到土城後就打119電話報案 承認3月3號上午10點25分 的確有打電話報警 但消防局追查報案人來電資料 發現謊報的張姓男子 曾透過市譜1999投訴電話 多次以瓦斯漏氣 或瓦斯鋼瓶超量為由 舉報違規 因此以無過撥打 或謊報火警報案電話為由 對他開出謊報勸導通知單 才罰最高1萬5千元罰還 過去也常有人謊報火警 甚至謊稱有蛇人連到場才置之烏烏 說是要請人員拿熱險象儀 看看死老鼠在哪裡 無辜謊報除了害自己受罰隊 真正有需要的人來說 萬一因此延誤救援 恐怕沒人承擔得起 這陳嘉明 葉瑩新北市報導